一时浓缩咖啡到底要怎么样萃取 到底是用15克的粉 18克的粉 20克的粉 萃取30毫升还是30克 那到底要萃多久 那我想呢 这个话题应该我有发言权 因为之前呢 我特意去了意大利探店 在每一家咖啡馆都有特别的在意 在意大利的咖啡时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萃取浓缩咖啡的 那几天下来呢 我该逛的也都逛了 浓缩也没少喝 那意大利的咖啡是做浓缩咖啡啊 其实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而且他们使用的咖啡豆 都是以中深烘焙为主 浅烘焙的咖啡豆基本上建不到 顶多呢 你能建到这种中度烘焙的 其次呢 他们会使用单份的咖啡粉碗 7克左右来制作浓缩 那如果你要一次做两杯的话 那就会用双份的粉碗 那15到16克的咖啡粉 萃取的时间呢 普遍偏短 大概15到20秒左右就结束萃取 那流速通常会快一些 那还有一点 很多咖啡店会提前先把咖啡豆 研磨好放在豆仓里边 客人如果要来点咖啡 那么直接就从豆仓里边给播出来 这些制作方式 其实跟我们认知中的制作方法 是很不一样的 甚至有人会质疑 他们到底会不会做浓缩咖啡 但是呢 这就是意大利的每一家咖啡馆 出品的一个方式 那这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那艺术浓缩咖啡到底要怎样做 其实不同烘焙度的咖啡豆在制作的时候呢 萃取的时间萃取的分水比 相差还是挺大的 那我今天呢 会用我们两只不同的烘焙度和拼配的咖啡豆来作为参考 那一支呢 是冬浅烘焙的贵贵牛 那另外一支呢 是颠山牛子 这支是中深烘焙 这两只豆子不管是在拼配上 或者是在烘焙程度上 其实差别都非常大 那如果我要是想单纯的来喝 益式浓缩的咖啡的话呢 我会用颠山牛子来制作 那单份的浓缩的话呢 我会使用7到8克的粉 萃取的时间呢 15到20秒 萃取出15克的咖啡液 单独的喝浓缩的话呢 它会非常的醇厚 你咽下去之后呢 它会有这种焦糖的这种甜感的回甘 然后这个呢 就是萃取了16秒 明显是很顺滑的 它非常的适口 就是如果要是单喝浓缩的话 这种比例其实是非常好喝的一个萃取的比例 那但是这个萃取方式 如果要是放在中浅烘焙的龟龟牛上的话呢 它喝起来呢 就会又酸又涩 又没有这种厚实感 所以说呢 中浅烘焙的这种非洲豆或者是龟下 那我需要用到更长时间的萃取 来得到它咖啡豆中的这种甜感 浅烘焙龟龟牛呢 我会用到9克的咖啡豆 这个呢 是用了9克的咖啡豆萃取出来了22克的咖啡液体 萃取时间呢 是18秒 它的萃取比例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1比2 我们喝一下 喝进来就是这种柑橘果香类的龙所咖啡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萃取的比例拉得比较大 所以说呢 整体喝起来没有那么的酸 喝起来甜感还是挺足的 茶感也非常的突出 像这种浅烘焙的咖啡豆的话呢 可以尽量的压榨它的这种甜度出来 粉水比可以萃得稍微的大一些 这样的话甜感就会更足 这样呢这杯中浅烘焙的浓缩咖啡 它喝起来呢 就会足够的平衡 甜感呢就会凸显出来 当一杯咖啡它的甜度更高了 那你反倒就会觉得 它的酸度降低了 那是因为它的甜感更加明显了 那如果是单喝意识浓缩的朋友啊 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浓缩试试看 你应该会打开意识浓缩的新大门 OK那接下来呢 我再说一说奶咖 如果要想做奶咖的伙伴们 按照刚才制作浓缩咖啡的样的方式啊 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合 特别是喜欢做拉花的朋友啊 这样的萃取方式制作出来的拉花 对比度它会比较低 拉花的融合感也比较差 所以说如果是做拉花的话 用同样的咖啡豆我会调整一下萃取 我会降低粉水比 那调整成更加浓的萃取 拉花的油脂也会更粘稠 拉出来的花呢 对比度也会更高一些 就比如电山牛子 我用双份的粉碗标准的18克粉25秒来萃取 30克的咖啡液 再加上牛奶吸湿了之后 那整体呢 它喝起来就不至于太寡淡 那依然还是有很香醇的这种焦糖可可香 那甜感的比较高 就是一种很标准的小甜豆 那这里呢 我也强烈的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一只电山牛子 真的是奶咖的贴心小搭档 那另外这只龟龟牛呢 因为它的烘焙度偏浅 所以说呢 牛奶咖啡我们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点的粉量 我会用19克的咖啡豆 但是呢 我会用30秒萃取出来33克的咖啡液 龟龟牛的烘焙度呢 它会偏中度一些 所以说呢 我刚才磨豆机也调细了一点点 会比电山牛子的要再细一些 刚才的电山牛子呢 我其实是用到了大概175到200之间 龟龟牛这个呢 我会用到150 因为它豆子烘的更浅 它的硬度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说呢 就要调细 加了牛奶之后呢 你最后得到的就是一杯清新的这种花果甜感的大甜 所以说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同样的一只咖啡豆 你如果而做不同的咖啡的饮品 居然是可以用到不同的萃取比例的 那萃取比例呢 大致就可以遵循这么样一个逻辑 浅烘焙呢会比深烘焙的更加的耐脆一些 所以说呢 萃取的时间也会更久 也可以萃取更多的咖啡液 粉水比呢 也能够拉得更大一些 那好一点的豆子呢 就可以拉到1比2 甚至到2.5 那今天呢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两只豆子 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义式咖啡的萃取的比例 希望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两只义式豆真的非常的优秀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